谢贤将财产秘密转移给自己的儿子谢霆锋 谢贤这是后悔了吗?张柏芝又该当如何呢? 在父亲节的时候,谢贤收到的父亲节礼物是一栋价值八千万的别墅 这是他的儿子谢霆锋送给他的父亲节礼物 谢贤心里自然是乐开花了,儿子失业成功还这么孝顺 网友们也是纷纷夸赞谢霆锋的这个举动 不过在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这栋别墅的土地注册材料上 这栋别墅已被人原价购买,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 原价购买这栋别墅的不是别人,而是谢霆锋 对此大家都很疑惑,谢贤这是在做财产转移吗? 记得在此前,谢贤曾经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公开表示 我儿子谢霆锋没有福气和张柏芝在一起 希望张柏芝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会一直都支持张柏芝 听了谢贤的一番话,感觉谢贤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 觉得谢贤也是十分地疼爱自己的孙子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孙子 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现如今谢贤又秘密地把财产转移给了 自己的儿子谢霆锋 难道谢贤是在后悔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张柏芝和自己的孙子了吗? 早知道这样 当初何必要把财产分给张柏芝和孙子呢? 还是亲口说出的那些话 网友们也是想了解事情的真相 于是之后就有媒体记者连线采访谢贤 没想到谢贤却回应说 这是我们的家事 无可奉告 而谢霆锋的经纪人也说 艺人的私事不会透露 谢贤和谢霆锋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 谢贤还是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儿子谢霆锋呀 虽然说张柏芝和谢霆锋已经离婚了 谢霆锋又和王妃大复合 但是王妃和谢霆锋是不被认可不受祝福的 尤其是谢贤特别的反对 谢霆锋和王妃两个人复合至今已有九年时间 也是一直都没有结婚 而且谢贤也曾经公开坦言 他只认张柏芝这一个儿媳妇 谢贤放出这样的话是想警告王妃不要妄想 踏进谢家的大门 不过话又说回来 张柏芝只是谢贤孙子的妈妈和前儿媳妇 而谢霆锋毕竟才是谢贤的亲生儿子 谢贤会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都留给 自己的儿子谢霆锋 而不是给张柏芝 这也是天经地义再正常不过了 不过个人认为谢贤应该会留一部分财产 给他的两个孙子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吗 欢迎留言评论 最后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哟